2019年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我自己覺得2019年是使得我和天安門母親 和劉山那些學生被迫去流亡的朋友 使得我和他們的connection深了 因為以前我只是在講他們的故事 當時只是我在新聞知道他們經歷了這樣的苦難 他們不可以再回家了 2019年之後我是覺得我自己和他們的連結是多了一層 因為我也覺得因為經歷了2019年 而我堅持要講這個真相的話 我也有機會是我不可以再回家 於是我就離開了香港 來了英國 我覺得那個感情是深了的